法国宪法委员会日前批准健康通行证扩大方案 防疫新制即将上路 法国自7月21号实施健康通行证 规定进入博物馆、电影院、游泳池、夜店等公共场所 必须出示疫苗接种或者近期裁剪阴性证明 日前通过扩大方案 许多贴近民生的场所 如餐厅、酒吧、医院、购物中心 以及搭乘火车等等 都成为通行证适用范围 医护人员更被列入疫苗必要接种对象 法国如此加强防疫力道 是为了应对Delta变种病毒扩散 不过却引起国内反弹声浪 我们是为了自由选择 让人们想要疫苗 但我们不施行这些人 不施行疫苗 我们会有疫苗 而不施行疫苗 那些人没有疫苗 那些人没有疫苗 那怎么会这样 如果我父母没有医护健康 我父母没有医护健康 我父母没有医护健康 那我父母没有医护健康 那他就没医护健康 主张自由选择权 反健康通行证示威浪潮已持续近一个月 抗议者不满政府将公民划分为二 痛批总统马克宏专政独裁 健康通行政新制8月9号上路 法国政府铁了心把防疫摆第一 健康维护与自由保障之间的抉择 却已然造成社会分歧 专闸社综合报导